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去麻城 因为我上次参观那个粉植肉工厂 吃了那个麻城的钓锅,我觉得真是好吃 后来在武汉这边找了一家 觉得那味道还是跟不上 这刚好元旦假期了 我带上小泽,我一起去麻城 航尝他们当地的正宗的钓锅 我有那个地图百度了一下 大概是100多公里,大概要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去,再一个小时回来 在家上吃,我估计要得个五六个小时 现在已经下午两点了 估计天黑才能回来 一回来小子,人家坐着夜啊 今天又是雾霾天气 前几天雾蒙蒙的,还以为要变天了 实际上不是变天了,就是这种雾霾 感觉好像每年冬天都要来一次这样的雾霾天 其实天气很好 灰蒙蒙的这 远处都看不见了 去麻城要走机场高速 这是机场高速收费站 几公里吧 这已经到麻城了,马上下车 这不是麻城吗? 麻城,对 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 我们这是人间冬月天,麻城吃钓锅 我刚看了一下,麻城的钓锅原来是这样来的 就是那个时候物质比较匮乏 就把什么东西放在一锅里面煮 跟那个火锅有点像 但是不同于火锅 就变成钓锅 但是钓锅它是讲着铺一层铺一层的 然后下面铺一层腊肉 上面铺一层青菜 再铺一层腊排骨一层一层的 好像每层每层都有寓意吧 是不是? 对 铺一层的话是自己家里人吃 一铺青 就是第一层就是铺那个青菜 二铺银 银的话就是铺一些肉类之类的 三铺筋 然后就要铺鸡肉、腊肉、鱼糕 这样子的 然后如果家里待客的话 可能就要多铺几层 然后过大喜事 还有铺五层六层的都有 没有铺四层的 没有铺四层 四层的寓意不好 就没有铺四层之说 所以大喜事的时候的话 就铺的越高 就是寓意就越好 鸡泡 我感觉麻成话跟你老家方言蛮像 一会你看你跟老家说你 跟老板说你 你老家话看听不听得懂 我觉得应该听得懂 好奇怪啊 为什么我们老家话竟然跟麻成话有点接近呢 有点像 嗯 你们老家话腊肉怎么说 拉肉 拉肉 不是这样 拉肉 也不对 那麻成拉肉怎么说 拉肉 拉肉 这样说的吗 感觉好像舌头有点打卷 他们这里 但是那个吊吊跟我们老家讲话 那个吊吊是一样的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到麻成 我们有个大学同学啊 就嫁到麻成 麻成也叫杜鹃花成啊 你看它的那个就是路灯就是杜鹃花的造型 它还是很漂亮的 竹竿到时候全部都是这种路灯 杜鹃花 其实麻成这边他们的吊锅 跟鸡伯他们老家那边的吊罐很像 他们那边的吊罐以前也是一些年纪大的人上山上去挖那些树兜子 就是树根 拿回来之后把它晾干之后为火 拿一个吊罐在那炖汤 麻成这边呢也是用树根树兜子 吊的是 不过他们吊的是锅 你们那边吊的是罐是吧 对 好奇怪啊 搁这么远 你们那边画跟这边怎么这么像 我不知道 一会儿你试一下 你看说你老家话 看他们麻成人听不听得懂 肯定听得懂 反正很像 因为姬婆在家里 我也能听懂他们老家话 但他们老家话呢 他自己认为很土 所以一般我逼他说他都不说 什么时候我说我觉得很土了 只是说是一回去了 或者是老家人碰到的那种语言环境 自然而然就编过来了 好吧 那要不你赶紧学我们那儿的话 我天天跟你说我们那儿的话 好吧 到了麻成 我真的是发现好多吊锅呀 各种各样的吊锅 嗯 这里还是挺热闹的 这应该是中心城区 还有重庆小面 我们还有500多米就到了 要拐个弯 结果你这导航的一家 是你去吃过的一家吗 嗯 那是不是那家呢 不过麻成呢 我觉得只要到了麻成 他们钓过 多应当 多应当不错 嗯 是这里是吗 你说的不会是这个吧 市井烟火 老丁 对吧 老丁东山钓锅 老丁东山钓锅 哦 我在网上也看到过这个店 说是一家老店 还好 麻成钓锅 这是一个鱼缸 这是一个鱼缸 这是烤火的 烤火的 烤火的 这些鱼缸 这些鱼缸 放两个鱼缸 嗯 掉锅啊 看就是这样 桌子上有个坑 啊 嗯 一会儿放掉锅的 鸡宝 您再 您再跟他们对两句话 看是不是一样的 我把菜点上啊 你想要我下面咬一下 腊肉 腊排 小锅 298 哦 还有牛肉锅 就腊肉腊排 小锅 腊肉腊排 小锅 里面也会有肉糕吧 都有 都有 我们三个儿够啊 啊 我们三个儿够啊 三个儿里面还吃不了呢 还吃不完啊 对 吃不完大包带走 大包可以带走 啥东西 这个米酒还有吗 有 米酒在那里 米酒在上面 你看一下 我给你多火啊 好 多火 听到吗 多火 多火 喝来了 老板 你喝了老米酒是吧 老米酒 一斤呢 两斤呢 两斤 他一个人喝 我一个人喝 两斤可不可以 最小的嘛 我还有一斤 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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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喝那么多 我就随便喝一下 那个野菜呢 野菜在哪里 野菜 野菜免费的 免费的是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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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倒茶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茶吗 嗯 倒出来 你看一下 哎呀 那个茶放到保温杯里会变色 绿茶嘛 我知道 粉末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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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泡的 你知道上次我们在哪里吃的吧 就在那个房间 包间 在包间里吃的 是吧 严格来说啊 吃这个 那个吊锅 是不能在包间里面吃的 因为它有这个炭火 上次出了一个事故 就是几个人在包间里面吃 这个吊锅 如果 一氧化碳中毒 好危险的 是的 是的 今天我们在大厅里面吃就没事了 这个茶虽然闷在你那个大度杯里面 颜色虽然变了 但是 味道没变 这保温杯不能泡茶 茶也不能在保温杯里面泡 才知道这一家店是 他们开了二十多年 办了一个新店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宽敞一些 后面可以停二十多辆车子 它的正门口也能停车子 我来看一下它后面的厨房 新地方干干净净的 这是我们的锅 这是鱼糕 鱼豆腐 好大厨房 腊鱼腊肉 还有丸子 好大的高压锅 好香啊 闻到腊肉味了 老师傅在拌鱼 烟鱼 这点好大 好大点啊 你看这点好大呀 是啊 嗯 我问 要坐二十多桌 嗯 一餐 坐二十多桌子 嗯 忙的几点呢 忙的 五块了去 哦 你家家做的小五个 还比你做小的 你问你三个吃不了 吃不了 吃不了 现在做两百三十八的 两百九十八 现在做两百八 七公 嗯 他这儿的一个小锅 不是两百九十八吗 然后这个老板阿姨 他说是 你们三个人估计吃不了 他说他分不后厨 做两百三十八的 蛮好 哈哈哈 哎 咱可以看得过来 那五个床 你猜他是哪里的 你猜 他讲 我就马上哪是人 嗯 我是马上的 是吧 哪里 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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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点不一样 嗯 是吧 有点不一样 我感觉到五个大干人 是吧 因为我跟人啊 我就很小蠢 我就当了一几个球之后 这边聊 哦 哦 是的 还不能到处 不能到处 对 我是试验的 试验的 试验的是吧 哦 试验 嗯 不是 对 我不是吧 哎 哦 三大一锅 嗯 好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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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那个老板吩咐说 两个小 我们三个人 这个大一锅 这比我们在武汉吃的锅都大多了 是的 上次我觉得它这个肉糕 特别好吃 好 它这应该是羊 它这丸子 它们的丸子分两种 鱼肉丸子和绿豆丸子 好吃 嗯 他们厨房干干净净的 好大个厨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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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上次吃的肉糕 又不上次吃的好吃多了 嗯 就这个味道 有 我知道 小子好不好吃 是不是你喜欢的 嗯 嗯 米酒来了 喝米酒 这比四二台是吧 嗯 这比四二台是吧 嗯 这比四二台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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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可以啊 等一个半 半 半 所有人看的是有两种 选择一十环境和二十长胖 哈哈哈 这不像是长胖了 这肚子炸大了 这肚子炸大了 嗯 嗯 你买一杯行 好行 嗯 尝一口呗 看这肉糕怎么样 哎 这肉糕里面估计也是吃了辣肉的 好香好香 上次在那边吃的真的是 那什么东东啊 那个它锅里面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 还有蛋饺 嗯 还有九块 我还吃一个鱼糕 鱼糕 它的鱼糕好好吃 看还有蛋饺 看到没 还有蛋饺 我按手机拍一下 蛋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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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就好吃 可以了够了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嗯 我主要爱吃他们这个腊排 很快尝 嗯 嗯 鸭鸭香 凉粉 辣排骨 怎么样 这才是辣肉排骨的 里面还有猪血 看这个猪血就比较真了 上面带洞洞的 有孔的 看到没 上面带洞洞的 有孔的 这个猪血就跟正宗的沙猪菜的猪血是一样的味道 我来尝一个 我来尝一个 可以 好吃 好吃 我来尝一个 吃 我来尝一个小视频 和我的大学同学 当时都是这样的猫岑 他们就在猫岑市区 好多菜吃饭 好 哇这个老米酒酒劲好大 那个 我们待会儿带点回去 我爸肯定爱喝 怎么样 下次我爸再到武汉 再来吃这里的调锅 还晓得他外公再来的话 把他带到这儿来吃 对就是到麻城来 晓得他外公说的 说你们那个话还地道一些 吃热了呢 鸡公要脱衣服了 真的是好丰盛的衣锅 就是里面东西特别多 你知道吧 来鸡公 端起酒杯 吃着 骂趁鸟过 火的米酒 小日子绝了 说的咋 再说话好听 这肚子比较大 小泽也喝吗 小泽喝点米酒 到锅里 喝一点 你先尝一下 你尝一尝 是热的 好吃吗 小泽 好吃吗 我还有软汤 软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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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着吃着 师傅要给我们加点汤 谢谢谢谢 到时候我们是生子 海苔节 还是我们去山里 好的 好 好 小泽 多好看 小泽 米酒喝了没 喝了酒精米 你说啥 酒精米上一次吃那个调过的时候还要辣 请问你够不够一斤 刚才又要了一份野生的地菜 这个菜我觉得很好吃 特别是泡它这个汤 好好吃 纤维特别粗 好好吃在地下 这武汉好多那种清准的 就是这个包的是吧 对 但是武汉卖的那个地菜 就是一颗一颗比这大多了 他说这是野生的 我们那有这个菜没 我怎么没见过这个菜 我那人没吃这个 天岗上好多 天岗上好多 好大一锅 小泽已经吃饱跑了 这上面就是一些内部的 这叫啥 笋子 干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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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酒 破酒 三爽 三爽 送个腌菜 你看老百姓好吃两百三十八的锅 那两百九十八我们真的吃不完 那还剩这么多 不过我们爸说 我们自认为好吃的都吃完了 对 现在都是豆腐啊 腐竹啊 腐竹啊那些 还有腊肉 吃的好饱 吃的这 上面的肚子和下面的肚子都不吃 回家你再开啊 对 小泽每次我让他跟我挨脸 他不跟我挨啊 但是我有办法让他马上跟我挨脸 看啊 小泽 你脸是不是发伤 你脸是很烫是不是 一看红红的就很烫 用你脸把爸爸脸烫一下 别人在骗我 不知道 他知道了 刚才我用这个方法理事不爽 好来烫一下爸爸来 真的好烫